那第二呢 念下来 思为空性 那这个身体根本不是真正的我 自信 佛性 念佛的心 那才是真正的我 身体它是一个因缘果报体 所以那这个就是要 为什么要正空性 如果你没有正空性 你的心会跟着身体转 你的心会跟着你的儿女转 而你结婚快乐你就快乐 儿女结婚不快乐你就不快乐 对不对 儿子最近生意失败 完了念佛念不下去了 因为你想怎么办 心被他抓去了 就像刚刚讲了 现在身体得癌症 要死不死了 心里就乱了 所以各位 真正的你是你的心 心没有得癌症 是身体有这个业报 那这个叫空性 空性是根本没有一个 我这个东西存在 而一切都只是一个住缘而存在 所以你要去思维空性 所以那什么是真正的空性 那是空性不离开 有的存在 这是现场的这一切 包括自己 那这个都是因缘和合条件 而组成的 所以然后本体根本没有一个 我这个东西 所以念一下 凡属有相 皆是虚化 那你要看清楚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分析的习惯 你就会被他抓住了 花好漂亮 这个好丑 那个很好 那个不好 你的念头就会一直被他抓住 所以我想我们大乘佛教讲禅 讲般若智慧 那这些是我们要发愿 要去正入的 如果你没有去正入这个空性 那你永远都是在这个轮回的痛苦里面 所以你在生病的时候 那你就要好好地念佛 佛加持我 安住在我的佛性 念一下 转凡心为佛心 凡心是分别的 佛心是不分别的 念一下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那就是世间的真相 那修行人呢 生灭灭疑 极灭为乐 那你要安住在这个心态 就像现在医生跟你打针 很痛很痛很痛 那你要不要跑开 不用 这个对我身体好 这只是一个感觉 会痛 这个痛跟快乐 事实上只是感觉心态而已 因为你主动 你就可以承受这个痛 甚至很平静 很平静地接受这个痛 那各位这个一定要多念习 所以我们出家 有时候故意到寺庙 我们就要念习苦行 拜佛拜很久 念佛念很久 做事做得好累啊 这个叫 念下来 降福至心 对自我执 就是佛陀讲 自尽其义 不要一直保护自己 世间人就保护我的爱情 保护我的儿女 保护我的身体 保护我的家庭 所以就造成一种痛苦 甚至为了保护自己 去伤害别人 为了保护我的国家 去伤害到其他的国家 为了保护我的宗教 去伤害到其他的宗教 身为佛教徒 千万不要 不爱护其他的宗教 身为佛教徒 绝对不会去加入战争对立 因为你是佛教徒 佛教徒是非暴力主义者 所以最近 我知道美国在庆祝军人节 所以我们故意跑到护目 看他们很慎重在庆祝军人节 而且对军人非常的尊敬 但是这种思想也不见得圆满正确 这种国家主义或者战争主义 用武力战争来创造世界和平 这是没办法达到真正的和平的 就像一个人说 世界和平 好 一直吃牛肉 那哪里和平 你在制造这种轮回的痛苦跟对立 你要达到世界和平 你要心自己先和平 你才找到和平的真理 不然这个和平叫假和平 变成一种威胁控制的和平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把你枪毙 威胁你 就像一个男人说 我爱你 但是如果你背叛我 我跟你泼流酸 那个哪里叫和平 所以佛教叫方外人士 佛教就是希望创造众生内心的和平 但是他用的不是武力 不是暴力 不是权力 是最好的方法 念一下 大悲心 这个是永远记住 所以各位 慈悲是我们唯一的财富 慈悲是我们唯一的武器跟方法 你千万不要用世间的动争 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同样的 心心法师说 把佛宝山盖好 如果他问我怎么做 保持悲心 观想佛宝山 很多人因为这样而得到解脱 乃至成佛 因缘自然来 这是我的方法 不见得别人要用 但是我从来不用任何一个心机 因为你动心 他就乱了 永远保持极尽 这个叫接受一切的空性 但是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慈悲 所以今天我们把法会 很慈悲的把它办好 你也得到利益 我也得到利益 排位得到利益 众生得到利益 这个因缘 请问佛宝山会不会好 对啊 你们回去就一人赚一百万 所以想 那我怎么多赚一百万 因为我把法会这样好了 所以这一百万通通集合 就有好几千万 这个方法对不对 那你要相信 所以我想各位 所谓极尽处 不执着 要达到空性 你千万不要被事情变化的境界 乱了你的心 现在你在这边参加法会 突然外面有人 你儿子现在车祸送急诊处了 怎么办 好 交给医生 我好好参加法会 法会给他圆满 功德 再给他回想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就在帮他了 你跑到现场 你也帮不了 哭啊叫啊医生啊 你要很冷静 这就是我们出家的意义 出家不是不孝顺父母 很多人说你们出家放弃的父母 不是 我父母现在中毒了 要生死轮回了 我要赶快去精进的修行 但是心中意念的父母 因为所有的父母就是众生 因为有自己的父母 你才会对其他的父母 产生同样的心态 但是离开你自己父母的孝顺 你要去孝顺众生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这样教给各位一个方法 当你面对到最痛苦的时候 你要保持 念一下 慧眼慈心 你要有智慧的眼睛 凡所有相 不管癌症快乐 有钱没钱 皆是虚幻 不要被他动了 不要动了你的心 但是你要做的是什么 继续精进 继续慈悲 因为这样对对方才有帮助 所以当然像我的妈妈 年纪到了 现在已经85岁了 经常要送急诊的 然后他们打电话给我 我说我就会很冷静 我继续努力 但是我有曾经失控的时候 因为跟我妈妈感情太好了 我出家是为我妈妈出家的 她那时候得癌症 我发育员出家 所以她癌症就好了 这是我一个很好的动力 所以为了如此 我出家 离开太太 小孩 一切 但是我也知道 这个离开是为他们好 这是我要坚定的 在感情跟真理之间 你要思维很清楚 那时候我儿子才六岁半 我妈妈又病刚好 她就知道只要我在她就OK 她只相信这个吃素的儿子 然后我又发愿为她出家 然后她又更舍不下我 怕我去受苦 虽然我心里意念的母亲 意念的儿子跟家庭 但是我要放下 为什么 帮助他们最好的方法是佛法 各位要相信 所以我这样讲 我想各位现在年纪大了 甚至有家庭了 甚至有儿女了 这个世间的变化无常 跟政治一样 知道吧 跟股票一样 跟天气一样 你不看报纸没事 看报纸心就乱 所以 但是如果你没有智慧 你先不要看 那如果你能够平静 生起悲心 你就尽量看 要看你自己了 所以 那会要讲回来 刚刚讲了 生病的时候 面对变化的时候 你 事情是变化的 心里不要变化就好 所以在悲持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 极灭为乐 你才会有力量去帮助对方 今天你儿子 妈怎么办 我儿子现在病得要死 冷静 冷静 赶快 来送地匠经 我们去替他放生 对不对 我们很冷静的 因缘 求观音菩萨 会找到最好的医院 医生 来帮助他 心里不能乱 所以我在这一点 必须讲出佛教的重点 用癌症死亡来做比喻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追求禅 因为我来这边叫法云禅事 这个禅是一个佛教的一种空性平等 人无我 法无我 万法皆平等 没有自己的分别贪嗔痴 外在的一切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很平静的接受 就像你在看电影看电视 请问电影电视里面是真的还假的 讲得好漂亮 真的还假的 老公是真的还假的 儿子呢 可以了 可以去住佛宝山 放得下了 但是不要住在山上不下来 山下的众生很可怜 但是各位你要养成习惯 像你今天讲假的 你要每天讲108遍 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假的 假的 要天天讲 老公对你很好 你要心里讲 这是假的 他哪一天会骗我的 对不对 只是你知不知道而已 这很多女孩子跑来 我不行 为什么我老公在外面 结婚有女人有小孩 怎么办 正常 假的 你继续生活当做不知道 你要当做知道 你很在乎 那就离婚嘛 你要当做不知道 你还有机会跟他在一起感化他 所以要不要很稳定 你不稳定 我说那你要离婚吗 我说不行 那你就当做不知道 不然你每天跟他吵 跟他吵 那那个女孩子就赢了 那个女孩子不是针对你老公来的 他是你的情在在主来抢你的 对不对 那你不是让他赢了吗 你要赢他 那你要很冷静 很冷静的 然后去感化他 他哪一天会不好意思 佛教的方法不是对立 慈悲才是超度最好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心乱了 那就没办法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保持这个能眼 慧眼 那时候话又讲回来 太冷静的人又很酷 不理人家 这是西方主义 个人主义 不要到我家来 不然我拿枪打你 保护自己的家 却忘了要关心别人 所以 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冷静空性 是为了让你这个大悲心永不退转 而不是让你离群所居 变成一个个人解脱的阿罗汉 这样的意思 所以 那第三个 当你生病的时候 在背色 来 信因果 多忏悔 不怪别人 第二个 思维无我空性 没有我在生病 你要告诉自己这样 第三个 生起悲心 同理接受众生苦 因为你在得癌症 你才知道所有人的痛苦 不管你感情上受苦 金钱上苦 身体上受苦 所有众生都很苦 昨天有位菩萨 将他家里最爱的猫 跟他先生 我看他们两个夫妻 爱他爱得要命 这是正常的 然后猫得癌症 要我给他们加持 我就一直给他念 后来我就跟他说 猫跟人一样 对对对 吃的药都一样 我说 这只猫是你们的儿子女儿 你相信吗 他老公说 不止 是我父母 我说 哇 那你更爱他 所以我说 因为如此 你们要很冷静 如果你把他送到医院 只有一条路 安乐死 西方医学 所以你现在 减低他的痛苦 可以 但是你们要为他发大心 发大愿